在法替東這裡可以看播給改善軟胸 記者同學報道 在推動相關的立法 今天該播新聞 我們請伊金來為我們刷明 是在1955數年 韓國是在1981年 就已經早上轉換了 這個好好結識法來管理 我們台灣算是萬人一家子了 去年日後人民有調查 全台灣的國中心 發現有六成的學生 因爭位好好中道等 不好吃 味不好 而且有四成的學生 因為這菜是建築的那幾項 根本就沒想要吃 就算搖滑倒也沒吃 應該不能吃一些四十多 跟飲料來吃搖 所以其實是有超過 五成以上的 蔬菜、飯、麵 這類都會等著噴 都會等下了 如果這個根據調查 是有超過兩項學校 每個禮拜 最沒有是會出兩次 治療、圓納跟延長這些加工品 孩子吃了確定有健康 因爲目前沒有專門的立法 都是地方政府自己管 全國沒有統一 所以說就會造成這個 二十幾的官司 就會出現二十幾中 不一樣的共產方式 現在重道等 如果是出現是這樣的問題 地方政府就只能夠加檔出分 並沒有整合措施 可以首先來以後 在這裡是感受 最初就是重道等一十四五十塊 在開幾多位 其實不公開 不透明 現在這個政策 政府在遇到選舉 他們就遇到選票 就會負責補 所以落後 其實是變罪選舉的政見而已 根據檢察院在日空19年的調查 發現營養午餐的政策 是有一點快速的 像是營養書 獨工水咖 他們其實是不夠卡手的 而且經費的分配也沒有交文 重道等的品質 有好、有敗、散不定 而且這實材會完 供應也有一些疑慮 如果要買一些三種EQ 這些有進展標準的實材 而且介紹是更貴的 成本是更貴的 現在民間團體是讓政府要趕緊 坐著營養午餐的轉化 成立一些專制的機構 由第一部門來處理上關的問題 第一 這重道等的介紹 應該要透明、拼質也要提升 第三 這民間團體是鼓勵學校 應該要讓學校的廚房 自己來租借 就不用減少吃食運送 跟保存的時間 就比較不會有時間的方限 最近連帳表時間的問題 好好重道等的拼質 管理是不可以 請教育部長 教育部長 教育部長 教育部長在頂策案 尚進會半年新的會期 就會送去立法院心者 以上就是今天的該播新聞 我們把時間交到給大家 主播 感謝阿姨